某某现身称自己做正当生业,前院父是工程师,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 在官友的一片期待中,今天局面果然推出炸裂级信息,竟然采访到了某某,不过这次采访只有王志安一个人出现在镜头,某某并没有出现在画面,某某说他不出现画面的原因是觉得这件事本身不光彩,不想给家人带来负面影响。 对于周立波说描述的前岳父的说法,他当面进行了否认某某说他前岳父是个工程师,岳母是个教师。 王志安在美国采访某某。 某某也并不是没有事业的人,他说在澳洲,新加坡都是有产业的,他的资产主要来自早年在新加坡投资所得,目前仍然从事金融投资。 对于枪,某某也否认了之前周立波的说法,他说周立波在他家看那把雕花是爱不释手,并不是周立波之前说的害怕,而对于这把雕花为什么最后到了周立波的包里,某某表示无法回答,只有周立波的第一任律师才能回答,这把雕花也确实如之前所说是某某朋友的。 面对王志安的再次质疑为什么不敢面对镜头,某某说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,加上顾忌孩子的感受,所以他坚持不出现在镜头。 不过通过对某某的采访我们发现,有几件事情还是对得上的,首先某某承认了他确实去过澳洲,新加坡,其次他也离过婚,豪华游艇,雕花的来源跟周立波之前说的也差不多,不过在细节方面出入就很大了。 有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